ws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地產秘密客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裡是 新百合吃 天氣超好的耶 對 所以我們要去廣街了 不行啦 我們要來工作啦 對 今天還是要帶大家來開箱一下新建案 等一下 新滿特區應該沒有新案了吧 這邊可以開發的土地 你看 都飽和了 而且啊 這邊的建案大概都要100多坪 只要升降沒有幾個億 應該很難入手 也不會啦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開箱的這個新建案 趙埔開啟 它距離這個新滿特區其實也很近 而且重點是 它有這一區很少見的1800坪大基地 哇賽 你知道除非是重化區 要找到千坪基地的社區 其實不太容易耶 是 那我們趕快帶大家去看看囉 GO 哇 這接待東西好美喔 還有水池造景耶 好適合這邊拍照打卡耶 對 事實上你也這樣做了 我們來敞開那天在那邊給人家拍了一個下午 真的是超不好意思的 真的是害到我們自己都不太好意思了 好啦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建案照不開醒 我們的所在地呢 就是未來基地社區的位置 那這邊呢 就是位在板橋的實踐路上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對面就是厚浦國小 然後呢 臨近了板橋的三大商圈 包括新版 府中跟中校 整個生活機能 我們剛剛實際走一趟 是真的還蠻方便的耶 對 那了解建案的地理位置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趕快去接待中心來拜訪一下 了解這個建案詳細的規劃到底是怎樣 好 走 嗨 副總好 嗨 你好 Vita 秘密客你們好 歡迎你們參觀我們造福開啟 不好意思 今天打擾了 我不禁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是我今年看到最大的建築模型 超級好誇張 它的造型看起來整個是還蠻時尚的 而且我覺得從這個高度來看 它應該建築體本身還蠻高的齁 對 我們建築本體本身的高度有107米 那我們分別做為地上兩棟31層樓 然後地下5樓 那我們的坪數規劃呢 有21坪到41坪 房型有從兩房到四房都有 尤其我們整個基地面積有1801坪 是目前雙北算是一個指標性的建築物 我們也打造了一個300坪的私人花園 我們私人花園就是在建築這一側嗎 是的 是的 就是在我們北向的位置 我看到樹也是種得蠻多 這個社區綠負率大概幾%呢 因為我們申請的是銀集綠建築 所以綠負率多一定要達到75% 還蠻期待它未來完工的樣子 真的很不錯 因為我看到模型 我發現其實公設的項目還蠻多的 一二樓 然後又有一個露天的泳池區 真的很像住在那個飯店 對啊 因為我們這個公共設施的設計師 是韓碧樓的美學大師王勝正一手抄刀的 王大師 對 他真的是大師級人物啊 很榮幸有他來為我們抄刀 而我們的公設整個規劃有21個公設之多 好的 接下來就進入我一向都非常重視的結構安全的部分 之前在節目上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之前曾經在文山區 差點要買一間40幾年的老房子 結果當天晚上要下臥旋的時候 就發生花蓮大地震 一陣天遙地晃 我就決定放棄老房子 那現在我們要來關心一下 這個案子它的結構規劃是怎麼樣呢 請副專員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整個高度是107米 那我們整個是使用RZ 台灣最具代表性以及最純熟的工法下去施作 連做水壩也是使用RZ結構下去做 而且我們每一根續接器呢 我們都是使用是最高級的那種 SA級指標型續接器 我們不單單是整個結構去加強之外 我們一樓到五樓是用SRC去做 鞏固的加強去做一個耐震避震的那種感覺 我們抗震相較於就是現在的法規標準 就是0.24G 我們是達到0.26G 那除了結構安全以外啊 因為現在畢竟是疫情時代嘛 所以像這套系統應該是蠻多人會在意的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套是標配沒錯吧 這個是標配 這也是就是目前我們這個後疫情時代 就是大家都會注重一下空氣的品質 新風系統這一套 富含銀離子的過濾器 讓你去做一次過濾 不管任何的沾空氣 經過這一套系統 它送到你家的時候 它的PM2.5G 絕對不會讓你去做超標的動作 不單單是這樣喔 這台機器啊 你24小時都打開著 不要關它 一個月也只有8塊錢而已 哇 這麼便宜 我以為這會很貴耶 不會不會不會 對啊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擔心說電費的問題 對 附專今天要帶我們參觀這個房心是幾坪的 這個是 這個是41.57 是做3加1房 3加1房喔 我看這邊還有一個獨立的玄關 是每一個戶別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玄關嗎 對 我們從3房啊 3加1房啊 都會做出一個專屬的落成區 哇塞 這客廳的尺度還滿大的耶 沒有錯 因為我們客廳竟然做到說3加1房 我們也希望說他們回到家以後 會是一種舒適感 或是一種放鬆感 我們最大的地方呢 比如說像這個深度 有達到6米多 然後像它這個寬度呢 會有5米多的寬度 我發現你們這個戶別是比較面寬型的格局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都會希望增加採光面 對 因為我看到這個開窗面也是滿大的 是啊 我們這個特別注重 不管是大瓶樹還是小瓶樹 我們都是做出115公分低台度的大面窗 我發現你們那個廚房是封閉式的 沒有錯 沒有錯 對 因為就是其實現代人 你知道還滿需要一個封閉式的廚房 像我自己的家就是開放式的 我只要炒菜就全家都聞得到 所以我覺得封閉式的廚房 應該是還滿多人會喜歡的 來看一下主臥的空間 一樣是讓大面開窗的一個尺度嗎 對 那它這個面向是未來是面 我們這個面向是做西向東 它是面向於我們後方的景象 對 不單單面向於後方的景象 它同時也是面向台北市的夜景 那個景色看起來會是非常舒服 且安靜的 我覺得其實這一點還不錯 就是主臥室其實它就是 比較需要一個安靜的空間 我覺得對於就是現代人來說 安定面還滿重要的 因為我們主臥室都有配置這個 全自動的馬桶 是的 沒有錯 我們這個免制馬桶 是Penet Sony一體成型的免制馬桶 而且它有自主的清潔功能 其中有這個五金 都是Hands Galaxy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你們的主臥衛浴有角窗的設計 一般只會做大概單一的採光面而已 是啊 這個建設公司真的還不錯 它做出一個角窗 增加整個浴室的採光面 然後再來就是說 不單單就是準 這個採光面做出來很舒服之外 我們躺在這個位置 我們看著外面的景色 看著我們這樣看 差不多會看星空 對啊 看起來就是一個舒服 放鬆的感覺 這間是37屏的樣品屋 那其實跟剛內建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風格的 那看完了這案子 來講一下你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案子主要有三個特色 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個就是它的地段位置 它這個位置其實距離新版特區 還有府中商圈都很近 所以它的生活經驗其實是還蠻便利的 那第二個特色就是它的基地面積 它的基地面積有到1800坪 那其實現在要在板橋市區 找到1800坪的基地 其實還蠻不容易的 所以這也是它一個很主要的特色 那第三個就是它的公社規劃 像這個案子它的公社有到20幾項 所以這種全齡化公社的案子 我覺得就還蠻適合小家庭 或者是退休樂齡組的 因為社區就有很多設施可以使用 因為我們剛有跟專案稍微了解了一下 這個案子的客群背景 因為它臨近厚普國小跟中校國中 就有像是家長啊 然後老師來購買 另外也有醫生跟律師 那甚至還有遠東科技園區的科技新櫃 那主要還是以板橋在地客群 就是習慣這個環境的 會來購買這案子 對 沒錯 因為會買自己的人就是會跟買江翠北色 重化區那邊的客群會有點不太一樣 會買這裡主要就是習慣這一區便利的生活機能 那像這個社區門口呢 就有三個路線的公車 可以到板橋車站啊 台北車站 那如果想要搭捷運的話呢 也可以到捷運府中站去 對沒錯 而且你知道其實這一區可以開發的土地 是越來越少了 未來要找到千品以上規模的社區 會越來越少見 沒錯 好的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小鈴鐺 還想看更多健安的朋友 記得持續關注我們喔 我們是地牢秘密客 下回見囉